第三十七集 大年三十,夜里十一点,当地开发于2000年的某小区前的好歌KTV里,聚集了超过六十个江湖中人。 合家团圆的时间,这些人却挤在这个KTV里,虽然是做了几个包房唱歌,但没一个人有心情唱下去。 这个歌厅里就没有别人,全是一群江湖中人,谁没事大年三十跑出来唱歌啊,这歌厅今天是黑社会包场了,人都在二楼。 这时候有一个小弟跟赵红冰说了一句,这小弟还挺客气,红冰大哥,五哥在里面等你们呢。 黎武所在的那个超大的包房里,起码坐了二十几个人,还有十几个是站着的。 映入赵红冰眼帘的黎武,吓得赵红冰一跳。 半年不见,这黎武一脸的憔悴,像老了好几岁,都瘦得不成人形了,本来眼睛挺大,现在在眼皮搭搭着,老远一看跟李四似的。 黎武一见大伙进来,就站了起来。 红冰大哥,大伟,你们都来了。 黎武好像是在热情款待去他家的客人一样,一点都不像在跟仇人对话。 来,来,坐坐坐坐坐,都坐下。 黎武啊,过年好啊,过年好,过年好,黎武也问好,哎呀,我说,大家都认识吧。 黎武又问了,认识,认识,当然认识了。 赵红冰,李四等人坐定了,赵红冰挥了挥手,丁小虎等人都出去了。 黎武挥了挥手,他的小弟也基本都出去了。 据说当时的情景是,丁小虎等人坐在黎武所在包房左边的包房,黎武的小弟坐在右边的包房。 这两帮人虽然有的互相也认识,但是各坐在一个包房里都不打招呼。 各个都手持长短不一的枪支和刀具。 大家都知道,一会儿如果大哥们谈不拢,他们就得抄起家伙,该崩的崩,该捅的捅。 以前的那点交强,算什么呀? 今天是大年夜,在这里没饺子吃,如果动起手来,这必将是当地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火拼。 因为当时当地其他的任何一伙都绝没有赵鸿兵这个团伙的火力。 这样的热武器火拼只会发生在赵鸿兵这个团伙分裂之时。 红兵啊,四儿,小季,今天过年了,咱们兄弟几个喝一杯,今天这么多老朋友都在这里看着咱们,咱们都是自家兄弟,咱们之间有点误会,喝完这杯酒,咱们还是兄弟。 黎武这几句话,不知道准备了多久,现在说出来,让人挺难拒绝的。 没人回话,没人端杯子,附和着黎武举起杯子的,只有孙大伟。 黎武挺尴尬,他早就想到了会尴尬。 兄弟我的确有做的不太对的地方,我先把这杯酒喝了,李武一口把酒就喝了,胸口有些起伏,可能啊,他也觉得自己委屈。 还是没人说话,孙大伟就急了,四儿,黄妙,你们不是说来弹劾的吗? 你,你们说话呀。 李四终于说话了。 李五,小五呢? 啊,在隔壁的包房里,我的兄弟在陪他喝酒呢,让他过来吧。 可以。 但是,四儿,你得答应我件事,说,咱们是兄弟。 就算你不把我当兄弟,我一样把你当兄弟。 刚才我说了,咱们是误会,真是误会。 你要是想听我解释,那我就解释。 如果你不想听我解释,那也无所谓。 今天,这么多社会上的朋友在这儿,我现在就让小五过来,我绝对没动他一指头。 我就想问问你,我们以前的一切恩怨,全都一笔勾销,行不行? 今天过大年,过了这一年,咱们还是兄弟,行不行? 没等李四说话,来主持公道的黄老破鞋就发话了。 哎呀,四儿啊,李五啊,亲兄弟也打架。 你看,你看,有几个亲哥们俩从小到大没红过脸的。 嗯? 嘿嘿嘿,真没几个。 但是,你们看有亲哥俩打完一架,然后就一辈子不来往的吗? 绝对没有。 嘿嘿嘿,都是打完就和好。 你们就像是亲兄弟一样,闹点矛盾是正常的。 你看,我和红冰以前不也打架吗? 你看我们俩现在,哎? 嘿嘿嘿嘿嘿。 黄老破鞋说着说着还搂住了赵红冰的脖子。 不管怎么说,装了四十多年的黄老破鞋,今天算是说了句有用的话。 不行啊,李四一仰脖,倒下了一杯啤酒。 四儿啊,咱是来谈谈。 你就说说,为什么不行吧? 要么,你说个条件。 王宇的手指头怎么办? 王宇没跟你说这事的来龙去脉吗? 我是动手打了他,但是是我的兄弟一时没控制住砍了他。 砍的时候也没想到他用手去挡啊。 哼,我没问你他是怎么伤的,我是问你他手指头怎么办。 我给钱了,给钱他手指头就能长出来了。 四儿啊,话不能这么说吧,那你想怎么办? 因为他这两根手指头就要我的命吗? 昨天晚上,要不是我躲得快点,我活不到今天了。 因为王宇两根手指头,你就想要我命。 今天这么多人,你随便让谁评评理,你看谁能说你四儿,这事做得对。 昨天的事,你算在我身上也可以,我承认,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我承认。 那我问你,我这次进巴黎子,是你点的吗? 你,你,是,还是不是,李四那眯着的小眼睛冒出了寒光了,一直低沉的嗓音骤然拔高了。 嗯,是,江湖中人最低沉背后点人的了,不过到了今天,李武也算条汉子,没底来,承认了。 你,你不点我,王宇这事,也真就这么算了,但你点了我,我找人黑你一次,说得过去吗? 说得过去,但是一报还一报,你近几天扒离子,我在鬼门关上溜达了一圈,勾销吗? 勾销。 那喝杯酒,我们还是兄弟。 等一下,王宇的手指头呢,他是我亲兄弟,本来我真不想跟你要说法了,但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要说法。 四儿,那你说个数,这事和钱没关系。 你,你要怎么样? 我要你手指头。 四儿啊,你太不讲理了,你问问王宇,那天是王宇不对,还是我不对? 李五说的不能说不真诚。 其实李四那句,要你手指头的话,也就是一句气话。 莫名其妙,进了看守所,换谁谁不活啊? 看着眼前,看着眼前各个零件都完整的李五,再想想跟了自己十几年的王宇,李四是真想让他掉两个零件。 但李四也就是想想,不会去真干的,李四也知道,那件事也不能完全赖到李五身上。 我手指头在这儿,你拿去,我绝不吭一声,我要是吭一声,你就再多我一根手指道。 李五把手就拍在了桌子上,眼眶子通红,眼眶子里全是泪啊。 赵红兵急了,怕李四真动手,就给李四使了个眼眶。 哎,四儿,大家也都劝李四,哎呀,四儿,哎呀,都是自家兄弟,何必呢? 四儿,四儿,李四看着眼前这个眼眶子通红的李五,就想起了当年了。 这哥几个都穷得叮当响,一起坐在那辆小破130货车上,放着货原甲的磁带去乡下收废品。 车上抽着烟,吹着牛逼,每天都能多赚十块钱。 晚上吃饭,就多了两瓶白酒,多赚二十块钱,晚上就多两个菜,何等的快乐。 今天都已经身家千万了,却到了现在这步田地,想起这些,李四下不去手了,李四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 你手指头我不要了,你把砍了王宇的那个兄弟交出来,李五眼泪就流了出来。 他去新疆了,他的账,算我身上,我手指头就在这儿呢。 李四拿起了一瓶啤酒,仰博就倒了下去。 今天,李四也不知道该怎么办,可能李四那小眼睛的眼眶子也红了。 李四,你装得也太大了吧,说话的这人嗓门不小,说话的这人呢,是袁老三。 多年的毒品禁银,让袁老三的性格格格外的嚣张。 据说那一天,袁老三是玩完了马骨又吸了K粉,神经极不正常。 患在其他时候,袁老三根本不敢跟李四这样说话。 而且李五根本没叫他来,他是听说李五要和李四谈判,跟着别人来的,李五也不能撵他走啊。 一瓶啤酒刚倒下肚子,李四正有气没地不撒呢。 听完这句话,猴子似的蹭了一下,跳上了玻璃缸茶几。 我操你妈。 李四手中的空酒瓶子就轮在了袁老三的头上。 啤酒瓶子哗啦一下就碎了。 操你妈,这是有你说话的份儿吗? 李四拿着啤酒瓶子的嘴就指着袁老三。 袁老三吵起了一瓶啤酒,刚想站起来。 就被三只大手按着了脖子,给牢牢地按在了沙发上。 别你妈的动,按他的人是废四和小姬。 这有你他妈说话的份儿吗?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?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? 站在茶几上的李四终于找到了发现的对象。 茶几上一排空酒瓶子,李四每说一句,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? 就在袁老三头上敲嘴一个。 袁老三被废四和小姬两个人按着,动弄不得。 满脑袋都是被啤酒瓶茶子扎出的血,血流满面。 李四瓶茶子扎出了七八个啤酒瓶瓶,李五拉住了李四的胳膊。 四儿,别打了,他是我找来弹劾的。 今天,李五是这里的主人,他不能看李四这么打下去。 听见了这边的动静,赵鸿冰,李四的小弟和李五的小弟都聚在了包房的门口,他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。 李四想收拾袁老三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今天,李五把话说到这份上,把事做到这份上,李四肯定没法对李五下手。 那气该朝哪儿撒呢? 袁老三呗,无论是王宇断旨的薪酬,还是张月被处决的旧怨,都够李四在他头上砸一箱啤酒瓶子的。 袁老三被李四打懵了,血都躺进了眼睛,李四砸起来没完没了。 据说站在茶几上的瘦小枯干的李四,抡酒瓶子的气势,让赵鸿冰等人看着都心惊肉跳。 每轮一下,让在场的这些江湖大哥都觉得窒息啊,连按着袁老三的肺子和小技都能感觉到那扑面而来的气势。 多少年没人看见过李四动手了? 五年? 十年? 上次看见好像还是龟拢赵山河的事儿呢? 虽然在收拾断风的时候,李四出手了,但那天是晚上,大家都看不见他怎么动的手。 而且在场的江湖大哥也不多。 今天,在场的那些社会大哥算是知道了,为什么李四可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,号称某帮三虎之手,某山的第一打载。 李四这体型,怎么看都和老虎没关系,但今天李四动起手来,大家都知道了。 眼前这瘦小枯竿的李四就是一只猛虎啊,百兽之王啊。 拿着长短不一的枪支挤在门口的那些小弟和这百兽之王比起来,那就是张、欢子、侧位。 认识元老三的人不少,但除了李五,没一个人敢拉架的。 李五站在地上,李四站在茶几上,李五大概一米八零,李四最多也就一米七二。 但李四站的比李五高,李五看明白的,再打下去,元老三非被打死在这里不可呀。 四儿,你要打就打我的,他是我朋友。 李五站在茶几下,拉着李四的左胳膊,尽管李四抡啤酒瓶子用的是右手,但李四还是停手了,手里还钻着一个空啤酒瓶子。 李四停手后只说了一句话,据说这句话极其幼稚,十岁以上的儿童说出来,都会被人嘲笑。 但是今天,这句话被李四用他那特有的嘶哑低沉的嗓音一字一顿说出来,没有一个人笑的。 李五,李五,你究竟跟他一会儿,还是跟我们一会儿? 这句话,就像是二龙小时候被人欺负了,拉拢二狗去帮他打架时经常说的,你跟我一会儿,咱们俩去削他们去,你别跟他们一会儿。 这是童真啊,也是正常人的感情,但是成年以后,再也没有人好意思直接说这句话了。 但今天李四就说了,就说得这么直接,儿童般纯真啊,问出了赵鸿兵,费四,沈公子等人一直以来的心声, 你李五,你李五,究竟跟谁一会儿?你告诉我你的立场? 无论是王宇被砍,李四被点,还是赵鸿兵儿子满月酒上发生的事儿,其实在这些混江湖的人来看,都不算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儿,一顿酒喝下去,事儿就没了。 只有李五和袁老三,成天混在一起这事儿,才是真真正正让赵鸿兵,李四等人不能接受的。 这是道义问题,赵鸿兵等人对李五所有的不满,几乎都源于此。 李四这句话还可以翻译一下,你是不是为了钱和虔诚,就跟从小照顾你的张月的最直接的仇人在一起了? 现在我问你,钱和兄弟情,你选哪个? 一李五的智商,当然明白李四问这句话的目的,他也知道,只要他说一句,我和你们一伙儿,一辈子的兄弟,他算个鸡巴呀。 那今天在这个大年夜,十几年的兄弟就还是兄弟。 但是,李五愁出了。 请不吝点赵鸿兵